荣耀的早晨 让我们一起来庆拜这位荣耀的主 我将你的花影 深藏在我心 念得我的对你 念得我远离 红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的身影 做我将牵你的灯 做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花却长生 天地将毁坏 你的花却长生 天地将来庆祝 主啊 与我亲近 我爱你身影 做我 骄傲见你的 做我 路上的光 让我们开口来为自己祷告 主事的主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 主帮助我们神 可以活在你的话当中 主因为你的话 是我脚踩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主帮你的梦 尽力 能保护全我生命 更把我生命 尽力 尽力 更神经历的恩典 以荣耀和荣耀 也要我们的生日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花却长存 天地将毁坏 你的花却长存 我讲你的话语 深藏在我心 天地我得罪你 免得我远离 哦主啊 与我亲戚 我爱你身影 做我 骄傲牵地的 做我 路上的光 主 一切就像过去 但你的话语却是长存的 主 我们知道 在你的话语当中 有信实 有温柔 有怜悯 有慈爱 也有公义 主 你伸张你的公义 来帮助那贫穷的 软弱的 那需要你的心灵受困的 主 你要解开 主 谢谢你扶持我们 主 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当中 我们极需要你的同在 而你同在的事实 却使我们生命能够 可以不断地回转归向你 主 谢谢你 让我们时常提醒自己 要更加进入节力 进入你的同在 进入你的安息 好叫我们爱慕你的话语 爱慕你的同在 谢谢你 主 我赞美你 我每一步路都需要你的带领 主 我每一个决定都需要你的带领 主 我每一个判断都需要你的带领 谢谢主 主 我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你 靠自己生活 主 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源头 你也是我生命的目标 主 我再次在你面前祷告 主 愿你每一天赐下你的话语 成为我脚前的灯 成为我路上的光 不要叫我偏行几路 不要叫我心高气傲 不要叫我眼目高大 只让我在你面前 一生一世的 遵行你的旨意 聆听你的话语 照你的引领 主啊 必能平安抵达 你要我去的生命的终点 在那里有你要给我们的奖赏 在那里要给我们的冠冕 谢谢耶稣 早晨我再次立定心志说 主啊 我要遵行你的旨意而行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神又是充满神恩典 跟荣耀的一天 我们来看今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玛拿 在诗篇119篇 105节到112节 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你公义的典章 我曾启示遵守 我必按事而行 我甚是受苦 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耶和华求你悦纳我口中的赞美为贡物 又将你的典章教训我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之中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二人为我设下网络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 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我的心专向你的律力 永远遵行一直到底 感谢神这边诗人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他说一路上有罪恶 仇敌魔鬼 引诱试探 不断地在路上设下网罗 设下陷阱 但我们如何才能够 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平安抵达我们的终点 需要神的话语 做我们脚前的灯 做我们路上的光 第一节真是美好 什么是脚前的灯呢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师母 我们一起到以色列去 我们也去了西乃山 我们很开心地 爬到了西乃山的山顶 然后在那边 默想当时候摩西在这边 领受神的话语 然后很快的 太阳就快下山了 所以我们就赶紧也下山 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天就已经全黑了 下西乃山的路 是很不好走的石头路 旁边就是万丈深渊的悬崖 一不小心一滑倒 就掉下去了 我们所倚靠的 就是一只小小的手电筒 在那个这么黑暗 又有浓雾的一个夜晚 我们下山的时候 就是靠那个小小的手电筒 手电筒只能照亮 你脚前的一步路 你说一个照亮的距离 这么短的手电筒 只能照亮你脚前一步路 的手电筒 可靠吗 你说可不可靠 你只要一步又一步的 跟随祂的亮光 往前走 你必然能够安然下山 上帝的话语也是这样 有时候上帝 祂的话语 让我们领受了 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全 看到人生的全貌 我们也并不一定能够 立刻了解 这一段生命的 这个周期里面 祂全盘的布局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宝贵的 神应许 祂每一步带领里面 都会透过祂的话语 引导我们 让我们虽然 没办法看得很远 但最少每一步路 都是怎么样 安全的 你的话语 是我脚前一步路的灯 你的话语 是我路上的光 弟兄姐妹 有一条路坑坑巴巴的 有很多的洞 有很多的高高低低的地方 就算把路灯点亮了 那一条路的路况 也不会因为路灯点亮 而变成一条平坦的大马路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为什么还要点亮路灯呢 既然点亮路灯 没有办法改变路况 那为什么要点亮路灯 因为没有点亮路灯 你一定会跌倒 但是虽然点亮了路灯 路况不会改变 虽然点亮了路灯 人生的路上 还是很多的试探 诱惑 凶险的事情 但是最少你可以看到 哪里有危险 你会闪避过去 哪里是安全的 你就会走过去 也是一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 并不是因为信了耶稣 一生无风无浪 并不是一生就 凡事顺利 无灾无病 弟兄姐妹 没有这回事的 现在耶稣的人 还是会遇到很多的试探 很多的诱惑 很多的考验的 但是这条破破烂烂的路 路况不会改变了 但是怎么样 路灯全部打开了 不得了 你就知道哪边该去 哪边不该去 我有一个儿子 他很喜欢画画 他在他国中快要毕业的时候 他画了一幅画 叫做《浪行者》 那幅画是一幅很大的画 画的是一个滔天巨浪 就要那个滔天巨浪 如同泰山压顶之士压过来 让人感觉到很害怕 可是在这个滔天巨浪的里面 竟然有一个人在冲浪 他自己后来出了一本画册 那针对这一幅画的部分 他做了一个创作的说明 他说呢 画这幅画的时候 我国中快要毕业了 我前途茫茫 因为他学科时候是全校最后一名 他虽然画画画得很好 但却不知道 人生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所以呢 我很闷 我的爸爸也很闷 因为他在建堂 钱不够 很闷 我们父子都很闷 人生就像这幅画 并不是都是风平浪静 但是 没有信心的人 看见的是风狗浪 有信心的人 是准备乘风破浪 哇 我好喜欢这幅画 这幅画现在就挂在我家客厅 我常常觉得风浪好大 风浪好大 我就坐在客厅看一下这幅画 就说那不是风狗浪 我要乘风破浪 人生就真的是如此 耶稣也说 你们 我要为你们祷告 我没有要让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啊 我要让你们继续在这个世界 完成我给你们的使命 但是你们在这世界 却不属于这世界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不要害怕 在我里面 你们有什么 有平安 感谢赞美主 经文这边也告诉我们 虽然脚前的灯 只能看当下的一步路 虽然神的话语 像路上的光 可以照亮这条路 可是无法改变路况 但是没有关系 依靠神话语的带领 我们终便能够一步一步的怎么样 抵达终点 经文在最后他讲到非常棒一件事情 112节 我的心专向你的利率 永远遵行 就会怎么样 一直到底 我们常常很羡慕很多人的生命 很美 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信心 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跟你讲 没有秘诀 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依靠神走到那里去 他的生命怎么这么的勇敢 有病痛 然后遇到这么多的困难 他仍然能够咬着牙 依靠神走到终点 他是超人 他好厉害 不是他是超人 是他依靠神的话语 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终点 很多时候 很多人也很好奇 因为我们教会在建堂 我们教会说真的是蛮穷的教会 因为我们也不是在什么市中心 是在一个比较边陲的小镇 我们教会又把很多的这些预算 都用在照顾弱势的这些社区工作上 有一段时间甚至常常连薪水都不能准时发 可是神在我们祷告时候 祂感动我们同心合意的要去建堂 在建堂过程中我们都很害怕 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样从这里 到完成这个整个建堂的目标的完成 但是我们就是怎么样 依靠神的话语 特别在这过程中 神给我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风随着意识吹 第二句话就是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常常有时候我快走不下去的时候 神就用这两句话来提醒我 祂说风随着意识吹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你靠你自己当然不行 但是我恩典的风如果吹向你 我要恩待你 我一定会恩待你的 你不要害怕 因此很感谢主 我们现在整个建堂的道路已经走到一半了 我们回头一看 天啊 怎么能够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到这里来了 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底细的 知道我们财务状况的人都说 哇 你们家会怎么办到的 我跟你讲 很简单 从零元 一元 两元 三元 一块钱一块钱的往前累积 走到今天 弟兄姐妹 这就是人生的路的写照 我们都羡慕别人 他怎么走完的 都羡慕别人怎么办到的 都羡慕别人怎么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没有别的秘诀啊 就是零 一 二 三 四 一步 一步 一步的让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一步一步带领你 绕过窟窿 跳过水沟 然后在神的带领里面 走在平安的路上 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往前走 最后怎么样 走到终点 没有掉到悬崖下面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起意来祷告 你需要神的话语 做你脚前的灯吗 你需要神宝贵的话语 做你路上的光吗 你太需要了 不然你会跌倒 不然你会往回走 不然你会不敢走 起来吧 不要再叹气了 不要再害怕了 起来说主啊 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 做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每一天 每一步路 都需要你的带领 举起祷告的手 我们同声开口 为自己祷告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主主 我需要等待 你需要尊心 我们都跟我挑战 走我路上的光 主啊 赤象画饼 走我路的场合用 我是要尊心用 我是要当作救命的手电筒 的亮光来用 我是要当作跳过 见铁 陷阱 到过往和的路灯来用 谢谢指账主席 主啊 是的 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 如果我们平常 不多去思想你的话语 当我们生命遇到 紧要关头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克服难关呢 我们的智慧 如何能够胜过仇敌呢 主啊 求祢让我们 能够清楚地明白 我们的生命 不能够离开你的话语 如果我们离开你的话语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是良善的 我们的生命只剩下罪恶与屈辱 主啊 愿祢的话语伴随着我 一步一步紧跟着祢 直到终点 是的 弟兄姐妹 人生在世必有风浪 但是信靠耶稣怎么样 乘风破浪 不要在风浪面前害怕 是准备跟主一起起来 怎么样 乘风破浪 现在就指着祢的风浪 对祂说 我要靠主乘风破浪 把祢的难处交在主的手中 一起拿起 举起我们祷告的手 宣告我要与主一同乘风破浪 我们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有祢同在我们就不自灭亡 是不灭亡的 主啊 让我们看见的不是 毁灭我们的风浪浪 让我们看见的是足利与我们同在 靠着祢的话语 我们度过尊严的事 靠着祢的话语 我们通过尽套海来 感谢当主 主事的风浪的一时吹 我们听见祂的声响 却不晓得祂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主 谢谢祢让我们是从那圣灵而生的 主 谢谢祢让我们这时是连结于祢的 主 透过祷告祈求感谢 主 我们更多的在里面得着安息 主 使得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能乘风破浪 因为有祢在我们的船上 主 谢谢祢 因为我们同行我们的每个步伐都充满恩典 主 谢谢祢以怜悯为我们冠冕 主 叫我们更真实可以在怜悯里面看见希望 主 我们还要说祢是信实的神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要称谢祢 主 因为我们时常软弱 但是祢却时常与我们同在 主 我们实在深信在祢的同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那光 这光要照进来 和一切的黑暗都要逃跑 主 谢谢祢 我们深信害主有道道成肉身 主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使这一切万事都互相效力 因祢是我们的主 然而祢也要使我们为祢所做的尽都顺利 主 我们实在感谢祢 因为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反映出祢的样式 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 都能够可以实践圣灵祢的工作 主 让我们的每个步伐都充满神祢自己 谢谢主 是的 弟兄姐妹 离中田还很远 离事情整个突破还有一段距离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好不好 我们就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脚步好不好 一步一脚印 跟随主的脚步 天天遵行祂的话语 我们必到终点不致羞愧 必定一直到底 一定一致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我们举起祷告的手 再次说 主 我愿意步步跟随祢 直到终点 没有羞愧 我们同声开口祷告 Hallelujah 谢谢主 主啊 踏实地跟随 主 扎扎实实地 遵行祢的指令 主啊 走在祢自己 在我生命中的带来 求祢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 主 求祢指教我祢的心力 让我住一个踏实的基督徒 主啊 没有洁净的 主啊 没有树心的 都是一步一步生命的磨练 谢谢主 天花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祢 主 谢谢祢 主啊 祢的话语使我坚定 主啊 祢的话语使我刚强 主啊 祢的话语不断地带领我 主啊 让我能够坚定依靠祢 主啊 挪去我心中所有的羞愧 主啊 挪去我心中一切的软弱 因为我坚心依靠祢 主啊 祢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主我们谢谢祢 赞美祢使我得着极大的能力 一切的荣耀归给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敬拜主 天地都要过去 但是神的话语永远长存 我将祢的话语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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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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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花却长寸 天地将归坏 天地将归坏 地地花却长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